市長 委員好 市長你好 今天我們談到這個 有關這個北太平洋工業 西裝這個事情 我想本期 百分之百吃出來 這個應該是沒問題了 謝謝委員 我想我們在場的每一位 當然有一點 有一些小意見當然 替國家爭取福利這個東西 傳丟技術應該是沒問題 我們最關心的 至少我個人最關心的 不是小行的 最關心的就是 我們整個國家 我們站在外交部 我們要辦外交工作的一個 功能 這是最要件 今天我們在報告裡面 市長都說我國 我國 我國 但是最近馬總統 在雙十節國性的時候 他說我們不是一個國家 我們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是國為國的關係 那這個國家 我們這是變成什麼關係 市長你跟我們說一下 我跟你問一下 抱歉 馬總統說 我們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是國為國 我們現在這是勝出什麼 你今天每次都國 你的老闆是馬英雄呢 是 報告委員當然 這個問題確實是 可能不是在我的權責裡面 可以來答 我想的 就是 現在在 規範呢 我們跟中國大陸之間 有一個台灣地區 跟大陸地區的 這個兩岸管理條例的 應該是在這個規定之下的一個關係 對對 市長 這我去問問問 我知道 這很困難去接觸的東西 現在有23個國家跟我們有邦交 是 23個國家跟我們有邦交 馬總統說 我們不是一個國家 我們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 國的關係 那這23個國家的時候 他看了 就看了什麼 他會不會把我們當這個國家 因為這個領袖 你不是一個國家 我想 如果我的了解沒有錯 馬總統的意思是 當然我們在國際場合 我們還是 是一個主權的國家 只是跟大陸的關係 並不是 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OK 好 那馬總統說這個 會造成什麼影響 因為美國人 現在跟美國 要跟 有一個關係 先要 綽合管理 要跟一邊綽合管理 但美國人說 你們這個總統說 這不是國家 不是國家跟國家的關係 那這個國家應該是跟 中國可能有 有種曖昧的什麼關係 他沒有說清楚 他說苦苦的關係 如果美國人 他現在就是要 將這個辦公室說 這就是 你的內部問題了 但我們美國人 現在要來幫忙 幫忙我們台灣 他就有困難 日本要幫忙 那麼有困難 我就是你自己 國家的事情 你們總統就這樣說了 所以這個是 造成國際的關係 我們會越來越孤立 暫時看到 我們常見什麼東西 好像是 得到一點東西 但是 阿嬤果然去 縮掉了 這會變成這樣 所以我就說 我們這個外交部 我在 部裡面 跟各位同學們服務過 我 很清楚 我也覺得 自己 在這個社群 要說一點點 我也說不出來 國際的環境 選擇 我也對國際 都 我看到一些東西 外方現在回來了 我也覺得很開心 這些外方的事情 都 在其中 非常困境的時候 我們做一些工作 這是對 八線的交代 馬總統現在的民調只有9.2% 那可能會 真的會掉到6.33% 有可能 沒有人相信 為了 9.2% 總統說的 你也不必相信 他在說 我們不是國家 跟國家的關係 如果還有 我們就是國家的關係 怎麼會沒有 那國家 我們這個 沒有一個主權的話 外交部 所謂外交部 外交部 外交就是因為 國家的關係 沒有做外交 那現在沒有一個國家的話 做什麼外交嘛 對不對 就是因為有國家嘛 我有資金嘛 我那些人在做 補充的事情 不可以去華盛頓利息 我的小孩住在那裡 看什麼 不可以換一遍 他主要就說 你外交官 有代表資金的新聞 所以你不能去 華盛頓利息嘛 當然美國是這樣 我們這個可以改 那就是因為 外交跟我們說 我們是做一個 做一個 國家的看待 你現在做一個 賣賣賣總統 他跟他說 我們不是國家 國間的關係 這讓我們外交就拍照嘛 是不好做 是可憐啦 變成可憐 我最近讀一本書 這是一個 叫做 日本人 叫做 我們在中國不知道 有日本的專家在這裡嗎 我們外交部 可能沒有人來 一個叫做 加勢 加萊 俊 俊伊 你查看 回家去問這個 外交部 這個 土石 啊 小小 小土石教這個人 他在一百歲的時候 過一百歲的時候 寫一本書出來 一本書裡面 我全部用一本書 我覺得有很多東西 讓我們外交官可以去 學習 其實世界大人 在這個裡面 他講了很多事情 其實世界大人可以避免 是日本外交工作人員 他有辦法利用外交官的 他們去拚 不用做一本書台 甚至那些事件 可以不發生 但就是說 當時候 因為這個 捐權太大 所以這個 跳過那個東西 讓頂頭蓋住 所以外交官都很難做 所以 他在這個 一百 一百 我們現在 路市長在這裡 就是這個 咖啡 他現在就是 在裡面 我看來 感想非常多 本來的 表面 表面造成 第二次世界大人 但是因為 這個 軍環在那邊 凍掉了 好像是空閒的 消暖凍在那裡 所以 這邊的 發生這個 日本外交官 在他一百回 射 他說 我射這個東西 但是他就一百公 一回 他死去 所以他憑 hou 一百回 他要人家 真建功 要射什麼 那些東西出來 日本式在那裡 他 在射 所以 我告訴你 這是外交官 我是故隸外交官 日本的時候 二十月大人 以後 我說 percep 家謊 他在那個 �� 軍艦上頭 搶滅了這個導航師 麥加薩那個人在那裡搶滅導航師 他是個其中的代表情 他所謂千千萬萬的事情都講得非常清楚 他就是在甚至麥加薩政權來統治日本的時候 當時的憲法在這裏上面他都有全部在裡面 他文件反對 剛才我們說我們反對不好說 這個小時候他當時文件差不多都反對出來 所以他現在就是在說 日本的外國官 當時反映到日本這個國家的尊望 有很大的關鍵 甚至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這也開始在進化的時候 那當時第一的修省 我們來的這個優勢打 結婦 你知道嗎 這個縱光輝 就是西家密子 毛毛路西家密子 他這人古早上是外國官 這個第一次的中立 第二次的中立 幾盤都是外國官出身的 所以可以說 日本日戰後 國家的繁榮 都是靠在外國官的頂頭 一個接著一個接著 都是外國官 所以外國官的這個政策是非常重大 是國家的慶望 在日本這個地方 真的是在他們的肩膀上面 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今天在台灣 我現在說外國 不要叫兵的就不要不去 他所有的做法都是兩話 大行動都是兩岸關係 兩岸關係 叫一個高小孩 那時候兩岸關係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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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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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就是 這對我們是 很不公道 對我們外國官 常年不用出來 沒有人要做事情 根本沒有發肥的意大 所以我小時候覺得可笑 大家都是人材 所以我從一百歲一百歲 下一本 我願望大家可以去看看 如果有需要反對的選 反對我們國會 當然 外國官的質疑是三種的質疑 但是 這些國家存亂 都是在這裡的外國官的手裡 直接用日本這個就是什麼 我說 羅代表他非常清楚 我用這點 讓國會做參考 謝謝 多謝歐一丸